LAYO 了世紀,心情弄個心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上中國人 這一場比賽是軍運法3的比賽 讓你介紹一下瑪雅這個文蜜 瑪雅人最大的特色是他資源的採集 可以再延長15% 例如挖石頭跟挖黃金,還有吃水牛、大象 都可以再吃15%的時間長度 所以這個效果讓瑪雅人的前中後期 都有一個不錯的精進增長 瑪雅人他的打法比較屬於工兵系的文明 他的工兵折扣非常多 但是他後期也有精冠技術 黃金果可以讓步兵的血量 老鷹的血量高達低血 所以前期瑪雅主要還是會打工兵路線 到帝王時代可以考慮打老鷹的一個轉折 好,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中國人的文明 中國人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 是他開局時會給三村 那如果你開局的經濟配置比較好的話 可能會領先到快兩村 但實質的領先村民數大概是只有1.5村左右 一村半左右 所以這個經濟增長並不是這麼的誇張 中國人他的打法是基本上工兵、騎兵、護兵 都是能打的 都是有槍兵、駱駝還有騎士 中國人算是世界國裡面少數有大槍兵跟重裝駱駝的文明 像是波斯或是中虎 這兩個文明就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中國人他的應對能力算是比較... 但是沒有火炮跟火槍的關係 所以中國在後期的轉兵上可能會更痛苦一點 還有打對方火炮的手 還是需要用自己的中國連弩或投資車 或是用自己的肉滿去做出反應 不然中國人打遠程部隊來說會比較痛苦 畢竟中國連弩的射程比較偏短一點 好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封箭時代 那這場比賽是軍閥上正式比賽 正式比賽來說的話應該不會有太多的雜技 都是應該都是實打實的這種正規打法 好我們來看一下 YO這邊是學定下一個軍營 但是下時間偏晚 中國人這邊YO還沒有要下軍營 所以這兩邊應該都不是要來打軍營開了 而是要打一個正常的射箭場開 那中國這邊可能會轉個肉碼開 好 MIP這邊過來看一下 欸看到你的軍營了 欸這個軍營 有沒有按老鷹呢 沒有按老鷹 還是槍兵呢 都沒有按 坑普了一個射箭場 好 這裡中國人點下了馬舟 馬舟點下之後 最後就可以開始噴嘛 那這裡 其實喔 哇 MIP他也是可以去按槍兵的 因為槍兵打鷹刺齁 也是3滴血 欸是2滴吧 2滴血 抽起來傷害還不錯 應該是3滴啦 抽一下3滴血 因為他沒有防護力 所以不管是出肉麻或是槍兵 打老鷹的傷害其實是還可以的 當然老鷹還是可以打得贏槍兵的 但是槍兵不用黃金喔 就是比較香一點 好 但是遇到 YO 轉槍兵 還有工兵 自己只出肉麻 肯定是不行的 還是要轉個毛兵 去反擊一下這裡的配兵喔 這裡的配兵是槍兵跟工兵 只有毛兵的話 就可以很好解決喔 OK 再補一些肉麻 這裡絕對不能被 騷擾到果子 寧願出兵 也不要被騷擾 這個是實戰中喔 一個比較安全的觀念 因為有些人會想要偷經濟喔 偷到城堡時代才出兵 這其實是一個是高風險的事情 應該要在風箭時代喔 多多出兵喔 去防守自己的資源點 才可以打好封箭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YO這邊是 決定繼續出 出工兵之後 轉老鷹 突然轉兵了 工兵按了一隻 轉老鷹 瑪雅打到這個 毛兵的時候 老鷹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老鷹現在問題是 打不贏肉麻 而且YO 待會要遇到的是 viper的義工肉麻 所以這個老鷹更打不贏了 決定先點一下城堡時代 這邊YO其實有點偷城堡喔 他明明已經知道 viper這麼多肉麻跟毛病的情況下 還是硬要去點下城堡時代升級 照理來說 遇到技巧這麼多變的情況下 還是要去暴兵才對喔 YO這邊是抓到了viper的一隻村民 viper這邊經濟損傷 來到了一隻 這裡又換掉了一隻村民 現在換YO 被抓掉了兩隻村民 三隻村民倒不下 viper這邊的經濟還算不錯 這個資源已經領先了 YO大約700左右的資源 這個資源量中國開久 只有這個村民上的優勢喔 這個資源累積上去喔 其實會越來越明顯的 而且如果你在中期 像這個時候又抓到對方的村民 經濟資源拉開會非常巨大喔 但是viper這裡有點過多投資的 這個馬舊科技喔 這個騎兵呢 一攻一防品種都點下了 這個被我稱為喔 這個封建時代最強的科技喔 一攻一防 然後再加品種 這就是 封建時代最強的單位 肉馬 而且還不需要黃金 好 這裡肉馬一直在打這個 防止是想把他敲掉嗎 感覺不太可能敲得掉 好 老鷹出來 升到城堡時代的老鷹傷害 會有明顯提升 攻擊力可以高達7點傷害 這7點傷害 就足以反擊 viper這邊的肉馬 OK viper肉馬果然被戳爛 現在YO點下了英勇士的升級 那待會血量還會再加一點點 現在是加5 第一血 攻擊力還會再提升一些 英勇士點完之後 就可以當老鷹作為主力嗎 可是如果YO就去打老鷹的話 如果viper待會升到城堡時代 這個老鷹呢 就會打不贏viper中我這邊的騎士 所以待會再轉兵也是很麻煩 當然也可以直接轉這個槍兵升級就是 好 狼邊升時代 那現在毛病也被解的差不多了 YO突然鬼轉一下老鷹 但是城堡時代的瑪雅 老鷹的優勢 並不會比其他的文明還會更有優勢 硬家有這個食物減免 而且阿茲克克 這個老鷹呢 產的速度比較快 瑪雅則是帶城堡時代的老鷹的加成 是完全沒有的狀態 也不是說沒有加成就不能打 而是說這個加成的話還是比較優勢一點 好中國這邊是點下城堡時代之後呢 補下了非常多的馬就 兩個 這裡真的是要來爆馬 看到老鷹還是要來爆馬一下 還有補第三個馬就呢 現在升時代有點升晚一點了 如果再補一個馬就的話會更好 但是瑪克克這邊的想法應該是雙馬就爆三TC 開農的一個路徑 所以應該是不會再補下第三個馬就 這裡木頭需要一點 好TC直接開在野外 但是這裡有看到嗎 導音過來了 趕快蓋 後面圍一下 OK 瑪克這邊細節做得很好 這裡圍住 這個一圍住之後應該是能蓋得起來了 但這個木槍血量會掉的很快 老鷹的攻擊力在這裡已經來到了7加2點 這裡應用師升級沒有加攻擊力 而是加了血量 二攻是提升上去 直接加到9點傷害 那這個就是瑪雅的一個問題 升了2點傷害之後 攻擊力還是只有9點 9點傷害值打騎士天生10點傷害 完全是打不贏的狀態 所以只要出騎士就會很好解老鷹 但老鷹的6點呢 就是造的速度特別快 那以前呢 也記得以前的版本更快 記得以前好像可以18秒一隻老鷹 還13秒一隻 以前的老鷹產術特別誇張 以前只要一升到城堡時代 南美三國老鷹一直暗一直爽 根本不會爆速對方的騎士 但是現在老鷹被大幅Nerf了 記得好像現在要一隻30秒左右的時間 非常久 可能阿茲特克會快一點點 好這邊 Y.O.是點下了生侶 遭到了一隻騎士 小鑽一下 OK這裡騎士數量蠻多的 大概有5隻 那Ryper這邊可能要補下自己的修造院 幫騎士補下血 順便撿一下生物 因為這張地圖的生物 比較少 而且有一些生物是離他比較近的 趕快去補下修造院 然後去點生侶 可以幫騎士補血 這算是城堡時代中期的一個很慣性的打法 好 有按這個生侶了 有點下虔誠科技 再補一隻生侶 還有生侶的話 自己的騎士血量可以保存 而且也可以去遭遭被遭遭騎士 那老鷹本身有抗遭遭效的效果 所以去遭殷勇士來說 是比較 沒什麼太大意義的 通常 你去遭遭老鷹可以瞬間 去把你的 生侶給 擊殺掉 好 上方的生物又被偷了一個 Y.O.這邊 節奏做得很不錯 Blyper這邊則是看到了生物被撿了 趕快去追一下 因為這個地圖上的百點一消失了 就代表對手把這個生物給撿起來了 好,Wile這邊趕快收村 補了一個新的軍營 這裡要再去去產出更多的槍兵嗎 這邊算是被砍的有點多啊 最後的軍營還沒有蓋好 好,這裡想要來個燃姐 找想一下,有機會嗎? 但是有前程科技,成功守住了 這兩隻騎士沒有被招搶掉 好,Wile見撞 這裡要趕快去BD 但上方的騎士解決掉了老鷹 這邊騎士要來抱船打團戰嗎? OK,抱船打團戰 騎士收掉了一隻老鷹跟騎士 後面這隻老鷹可能要趕快跑了 這一陣不轉槍兵的話會很痛苦 但是這邊Wile的老鷹也在搞事 結果Wiper招搶到了一隻英勇士 因為Wile沒有看到生女 好,這邊騎士繼續出 慢慢量產 騎士被圍毆的話血量還是掉得很快 這一波應該不能硬打才對 要往後拉 跟後面這兩隻騎士會合 但這兩隻騎士也是 殘血的騎士啊 直接被圍毆掉了 好,那這一波Wiper已經打出了經濟優勢了 臭民術已經明顯領先20吋 經濟領先大約3000 但是Wiper這邊騎士數量開始變少了 快要趕快繼續補喔 這裡要趕快補一個馬舟了 3馬舟爆騎士 不只龍,4馬舟 OK,Wiper果然還是要補一些馬舟 因為照這個 瑪雅的打法來說的話 騎士還是比較好 去應對各種狀況 例如 Wile這邊瑪雅轉一堆大量弩兵 或是羽毛劍射手 騎士都是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克制效果 除非Wile這邊直接變成槍兵怪 按了一堆槍兵 那就另當別論了 但是Wile如果轉槍兵的話 這意味著瑪雅的主動進攻的可能性 就會變得更少一點 那Wiper這邊可以利用自己的村民優勢 或是用自己的機動性去騷擾Wile 這個範圍就是會比較 Wile會比較難處理 所以為什麼會看到高手 明明就看到對手一直抱騎士的情況下 還是要一直抱老鷹的情況 就是因為不想要失去自己的主動權 騎士要怎麼處理呢 就是用大量老鷹 或是用僧侶去處理 相對來說 這個方式會更有主動權 也會有更多彈性 而不是只有一位的被動防守而已 好 這裡村民被抓到 這裡三隻村民躲進去 還有兩個位置 但是這裡Wile沒有要收村 這裡用僧侶 逼退的Wiper 好 Wile在這個地方 給Wiper一點壓力 讓Wiper還是最後蓋好的城鎮中心 最後收村 下方騎士繼續按一下 好 正面的騎士開始出路線了 僧侶開始有點忙不過來 照理來說 Wile要這樣打的話 可能要雙修道院 才有可能 比較好量產下騎士 防守會比較穩定一點 但是現在 這個老鷹吃了黃鷹吃了太多 可能Wile有顧勵到 再出一個修道院的話 可能自己的 老鷹產能會不夠 現在Wiper還有這個跑速的優勢 也可以追上老鷹 老鷹到騎士就是被追著打的一個狀況 好 這裡可能要破一波反擊 但是Wile又在後面 猛騎途徑 又再繼續往前追 好 這一波騎士對打 但是老鷹有數量上的壓制 OK Wile的核心想法 戰術已經打出來了 用大量的老鷹去追你騎士 那我就能打得贏 確實是如此 大量老鷹的話 還是能打得以騎士 那Wile這邊 如果花費這麼多黃金 在打老鷹上的話 待會會有這個黃金不足的問題 所以現在要開始 挖石頭去控土會比較好 把一些重要的黃金點給控下來 不然這裡打到地龍四代 可能就要斷金了 好 這邊見狀 騎士被著想 城堡蓋在上面 就是Wiper先去控了黃金 結果Wiper這邊控地圖 控黃金資源點 還是 有意思一些 比Wile更早一點點 Wile這邊反而是時候 只有兩個人在外 挖的偏慢一點 好 騎士燒一夾 哇 這個圍 讓老鷹只能往後撤 又讓騎士賺到了一些輸出空間 這裡想要繼續追 做一個包夾嗎 這一波包抄好像有機會 這要是包抄掉這一坨老鷹的話 就很穩 結果騎士直接走過頭 Wile直接突然一個回頭反擊 這一波直接抽掉了一些騎士 好 下一波 騎士數量 來到了九隻 好 Wiper這邊準備點下了帝王時代升級 整個城堡也是有點 有點客難 三個人蓋城堡 剛剛有點久 只要把這個黃金控住的話 三方這個黃金也控住 Wile這邊就危險了 這裡騎士數量有11隻 Wile這邊是停止產生 自己的生率了 好 這裡騎士上去擋 這波老鷹爆 Wile有打到一點東西 但是後方的老鷹直接死成一片 有少量的老鷹 丟到了左邊城鎮東西裡 右邊三隻老鷹開始多線操作 開始分老鷹 但是Wile家裡也是一團亂 家裡有點糟糕 又沒有兩隻騎士還在輸出 家裡的騎士快要把老鷹給解決得差不多了 Wile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解老鷹解得非常迅速 好 所以Wile這邊史上速並沒有太高 支持了幾隻村民 Wile這邊則是88吋 打傷115吋 村民差距開始被打得出來 這裡城堡開始繼續按 中國蓮奴 這裡包夾一下 老鷹趕快包 沒有包到 不過剛剛還是要全力輸出 不能主動包 可能包一包反而會打輸 這裡往前頂 把這個殘血的騎士給收掉 但是老鷹數量不太夠 後方中午連阻過來 這邊帝王上去 Wile是沒有辦法生帝王時代的 三個人蓋寶 然後Wile這邊買賣一波 買了一根城堡出來 Wile要不要取消這根城堡呢 越該越多來到50% 這邊蓋寶 還有30% VIPER帝王時代升上去 Wile打錯了GG 我們恭喜VIPER帝王勸退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VIPER支援全勝 石頭贏了快要一倍 黃金大概贏了1000塊左右 石物大概贏了3000 木頭贏了2000 但是Wile有三勝物 但是沒有辦法 瑪雅這個文明 遇到這個爆量大騎士的情況下 還是要靠僧侶跟槍兵 比較好防守 那老鷹的產能 也沒有像阿茲特克這麼快 相對來講 打騎士會比較偏難打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放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會跟你們相談 應該會請見 等一下 我們再到這一步 一下子彩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